大家好,歡迎收看Fever15球院生涯 我們今天主場會對紐卡蘇 我們暫時仍然在榜首 之前我自己已經踢了很多場 上一集應該是對車路士 最近上星期六車路士對阿仙奴看得火爆 之後對了Swansey,還有Stroke City 還有阿士東維拉 之後對愛華頓 之後對Redding,在FA級 還有Norwich 之後再對一場英超的Norwich 還有再對FA級的Redding 我們今天,2018年1月20日 對聯賽榜排第二的紐卡蘇 跟現場很不相似就是紐卡蘇 應該是榜尾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之前對車路士排第二 我們贏了之後,將他踢到第五位 所以今場如果我們贏紐卡蘇 就可以把榜首位置更加牢固 因為在遊戲中踢得比較好 開始有些球會對我有興趣 包括這個發甲的聖伊天 周身就百萬英鎊 沒有說轉換費多少 因為這個關於雲家事 不關於球員事 但是我不是很想去法國踢球 所以我現在要先拒絕他 我們會繼續留在英國 因為這裡踢得很開心 好,我們先開球 今天主要想說的題目就是 我們之前在王國大球場 看香港隊對這個... 對這個... 哎呀 對這個... 唉... 太難了 不玩了 又失敗了就不玩 對這個卡塔爾 對卡塔爾 那就... 都一段時間 隔了一段時間 想說一點點的感想 不過我之前 差開一點點說 星期六這個阿仙奴對這個車路士 這次呢 這個... 哥斯達 Costar 我們... 大家如果有看過 知道賽果 我們輸了2比0 那... 怎麼說 我們有兩個人被趕了出去 咦... Welbert去了紐卡蘇 怪不得 就是發現 沒有前鋒 或者換了一個很差的前鋒 上來 San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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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 對 原來Welbert走了 現在一開始就要... 對他 唉... 這個呢 我也覺得好過之前的Domia Domia已經輸了 已經要輸了很長的時間 好不幸 說回來 這個哥斯達已經不是第一次療慶人 令到幫隊友出頭的Gabriel 被人紅牌狂出場 很多人都說那一場的Man of the Match 一定是個球證 因為好像盲了眼 Costa侵犯人的時候 是完全看不到 整...好像... 整隻手捏著他 嘩...完全好像這個球證 當沒事發生 唉... 完全是... 當沒事發生 Gabriel推一推他 紅牌趕了出場 當然之後... Casola 都趕了出場 但是那個絕對是一個轉捏點 那... 之後賽後 雲家都表示一個不滿 但是... 這個... 摩連奴 好像完全無動於衷 在這裡說... 阿仙奴 其實他們兩個都... 已經很多牙齒印了 之前說... 摩連奴一直說 雲家是一個... 失敗的專家 即是說 阿仙奴 十年都沒有獲得任何去獎 他說...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些球 這個... 摩連奴串串串串串串串 已經不是最近的事 一直的格都是這樣 而這個Costa 這些侵犯行為 都... 已經不是第一次 之前很多球員,包括大衛雷斯 很多中場都跟他發生過碰撞 我覺得始終球場上有一類人 他沒有覺得有什麼對錯 其實嚴格來說... 爆他 先給他一個直 這個好阿Dombia是因為他比較年輕和高大 但是大家的賣門能力都是不相伯仲地差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真的天衣無防 合作得那種性格 始終球場上有一類人 總之結果就是這樣 他摩連奧不單止沒有覺得有問題 甚至很鼓勵哥斯達繼續進行這些比較有攻擊性的踢法 賽後就說他覺得他的做法完全沒有問題 他說這麼多人 可以的 中間沒有人 砍 唉 算了,你盡力了 算了,撐得不差 差一點點 他不單止鼓勵哥斯達 繼續進行這些做法 甚至他說 那麼多人給那麼多錢 轉播那麼多就是想看這些足球 然後再潤 哇 再用雲家說他每一次對他都在吵鬧 吵鬧 就是一次就是因為他們贏了球 當然我想 始終球場上有一類人就是他覺得總之結果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總之球證看不到我做些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這個 這個也是我對車路士沒什麼好感的感覺 沒什麼好感的原因 因為大家對足球哲學的看法很不同 無可否認他們是厲害的 特別是這個 特別是這個 俄羅斯的富商 入主之後買了很多厲害的球員 但是你看他們那種性格 完全是一種 我不想用這個字 有種不擇手段 還有是 用一種很強悍的 態度去到 去到 這個這樣的比賽態度 相比起 阿仙奴 我覺得阿仙奴本身也有很多明顯的弱點 特別是那些人很容易傷 是 比較 哇 有時候的感覺是比較弱雞了 就是球員不是很硬 有一點點油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就比較 貼近我自己的性格 可能就不是很喜歡一些 過份硬朗的 不是喜歡一些過份硬朗的 的踢法 所以有時候對待這些球員 要是硬碰硬 要是一些超班馬 去教訓一下 例如巴塞 就是 哥斯達想侵犯 你也侵犯不到 因為有時候前鋒 實在太快 我覺得哥斯達的水平 雖然他是一個厲害的人 但是 並不是 真的 朗拿道 朗拿瓶奴 那些層次 你想侵犯他也未必有機會 靚波 唉 特朗拿瓶奴 我要做些助攻 西伯拉塔 唉 都是不行的 算了 挖一下 好 那說回今天的主題 我已經看了半場 就是 那一次 上星期我已經上載了一段影片 就是 靚波 就是我在觀眾席看 是的 在旺角大球場 只有 6千多人 6千多人 不算多人 喇叭都拆到 非常小 一開始 那些人是聽國歌 其實都不聽得很清楚 喇叭的質素 就太低 首先 我不是很鼓勵這個行為 當然我理解 這一類 行為背後的 動機 還有原因 但是 用這種方式表達 我自己一直都不太認同 有時候 我覺得香港人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負面情緒 令到他們需要找個位置 特別是一些他們很不喜歡的事 當然很多人說 不用尊重 什麼尊重國歌 老實說 我都不覺得 那首是我自己的國歌 但是 我也不會去到 聽他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很多人在香港 其實有一種文化風潮 就是 他覺得尊重 就是 我尊重一些值得尊重的 他不尊重我就不用尊重他 不用給他面子 我不太認同 有一種 有一種尊重 很少人在香港知道 叫自我尊重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 或者對你 對你這樣 你不是對人這樣 的話 是源自 因為你自己 有一種自尊重 你覺得不需要用這些方法 去表達不滿 有些基本禮貌 例如 現在的年輕人 對於高官 你很不滿 他 先不要說 物論 究竟他做得好不好 普通 一個人 或者一個 不要說學生 大學生 什麼鬼 你說出一個不滿 或者 你表達的方式 我覺得用一些不禮貌的方式 或者用一些 Sanoga 糟糕 糟糕 走 糟糕 走一下又不走 嘩 我覺得沒什麼大不必 沒什麼大不必 當然我不會和別人一起去 但是 我都沒辦法去阻止 只不過是講一下自己的看法 那是怎樣 今天講回那場球 賽後 我忘記了 不是港隊隊長 不是傷了那個 說完他們那隊 即是港隊 發揮到自己 應有的水準 我這個絕對是同意的 但 始終大家的實力 是一段很大的距離 我們之前和到中國 除了是鬥志之外 其實也有少少的運氣 但是 這次運氣 就不能夠長期 去到 去到 去到靠他 如果說世界排名 其實卡塔爾 還是低於中國 如果說Fever 世界排名 香港應該是151左右 嘩 跳到這麼高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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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嘩 好吃 保哥 雷火 嘩 唉 滾下了 緊緊分 嘩 掉 Oracle 你可以 看來我可能要換出場 我們也換人了,Sanogal要走 好像又沒有回事 不用走 但不要跑太多了,我們在後面 好球,早點突擊 所以我們的距離,上半場我們仍然做回那種方法 就是找手突擊,死手,停車 所以看到我上半場,港隊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空球率,有沒有30% 漂亮球,起腳 唉 可惜 因為我坐的位置,如果大家有看過我拍的影片 雖然沒有電視拍得那麼好 但是可以給大家在觀眾席上感受現場的感覺 我們在上半場就坐在卡塔爾門後面 正常來說,港隊所有的進攻,我們在這裡看得到 內河上半場真的是零進攻 除了有一次是 還有這個麥基 有一點點的攻勢,但是 很快就被撞開了 我朋友看完之後說了一句,總決了整隊球 他說港隊的... 喂,走吧 利馬 港隊的表現就好像... 拿球 港隊的表現就好像我們平時踢球的加強版 反應,即是... 很漂亮 唉 用正餘的力氣 斬進去 亞洲球員一直都受制於三件事 第一,就是體力、身形和最主要的創造力 你看到日本和南韓對於創造力和體能已經克服了 身形你沒辦法,因為這些基因的問題 但是... 香港始終都是... 沒辦法... 經過這麼多年,我想都有二十多年 如果跟我們最光輝那段的時間 喂 漂亮 打球 幹什麼事 噢,完全 體能不足 幸好我們有幾個外援 特別是黑人、基藍、五號仔後衛 下半場是做了很多的解圍 還有一些比較有創造力的轉身 香港踢球,大家其實如果有踢開球 是很受制於... 咦 去哪裡 很受制於某一種的踢法 就是好像... 一定是這樣做 而且有一點好像見步行步 如果你譬如一些比較... 有默契的球會 可能它已經有幾套進攻的戰略 制定了 那些人一走或者走的位置 大家已經知道會怎樣做 但是你看到整個局勢 都好像被人控制著節奏 下半場好一點 可能因為被人入了一球 發現不能夠死手 不是很好用的 當然最後再被人入了兩球 想說第二... 噢,來吧 傳到就入了 有一個助力 特別是第二球 兩個後衛 我忘記了誰 好像... 黃... 咦 好像黃陽的中場六號還有一個後衛 兩個是完全好像... 哇 已經沒力了 好像完全... 兩個都不... 好像讓給對方做攔截 結果對方就在... 兩個的中間 起腳左腳 射入了 整場的葉鴻輝表現都十分出色 但是奈何真是... 沒有辦法那些位... 真是救不到... 嘩... 這樣傳給我 難度要和球 最後入了兩球 都算是對... 球迷有些交代 現場氣氛是好的 但是球證很多人都說 有一點偏幫 我覺得同意的 有很多時候 但是你沒辦法作為一個藉口 就是... 如果大家兩隊實力相若 有來有往 球證的判決 的確會影響到戰局 就像阿仙奴對Cheros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算球證、乘邦、港隊 都未必可以令到我們 在成績上有這麼大的進步 不過... 我覺得有一點... 可惜的 都不可以叫可惜的 就是... 好像... 港隊的表現 怎麼說呢 就是在入球上 第一 在中場 白鶴入了 這個又是他本身是一個中國人 港隊踢球 然後第二個就是 高帆 後來換入的 前鋒11號入了 黑人 最後都很振奮人心 你真的在那一刻相信 他們是有機會入第三球 內河最終就... 不成事 你整場覺得卡塔爾入了三球 開始是比較輕鬆的 港隊才有機會拿回1分 抱歉 即是拿回2分 好啦... 這場真是不值得 下一場我們是... 英格蘭聯賽杯 這個應該是卡塔爾1 第一支本杯 看看有什麼新聞 先看看 嘩... 1,150磅 這個不關我們事 有什麼球會消息 雲家決定留任阿仙奴 Kelvin突然改變心意 拒絕簽約 我根本都沒有想到去那裡 聖伊天 有關者明20歲前鋒交易失敗 普遍流行的猜測是因為經理人要求被球員否決 因他拒絕向記者透露交易要截的真正原因 這個Wellbet就是對我們 重大消息 沒什麼特別 下場我們就會對Norwich踢Round 2的Capital 1 Cup 這個所謂4強就是Tulic 即是要踢2場上場 我們贏了3比0 如果我們贏了這場 或者和 大家的比數 即是 我們仍然是3球 多於他的話 我們可以進入決賽 好 多謝大家今集的收看 沒有踢一排 是有點生疏的 現在我們就 差2個 差2個Assist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目標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